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不妥吗 我只是觉得你初学天路城的剑术 是否应当先完全参透 我为什么要一百一眼去学那玩意儿 你说过空同山的仙人曾经称赞晋云 剑可灭万法 那个仙人就是广成子吧 庄子李提到过 皇帝去空同山找他求仙问道 的确是广成子 既然仙人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加上你也称赞过晋云 那晋云想必是有真本事的 他留下了给天路城的剑法 可他是宗师之剑 于他而言 用什么兵器并不重要 只不过刚好选择了用剑 剑法也好 刀法也好 世上怎么会有方法之玩意儿 因为除了传承之外 还要用他们去指点不同方法的那些人 但真正的宗师 却不会拘泥于任何已成之法 而是从心所欲 一元旧方 所以 剑云做的 我做不得 你说的没错 是我又于成剑了 不过 你怎么会忽然想到这样 因为之前想得太简单了吧 我知道你和玄阁有约定 也知道你是个死脑筋 但我还是想问问 如果有一天再遇上危险 甚至危及我的幸运 你能不能不要管我 自己离开 我不能答应你 果然是这样 那我更要跨出这一步 我以为 即使只用老师教我的剑术 即使不能使用太多妖力 也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每回都是有惊无险 更让我觉得自己才是对的 玄阁的安排 惹人厌烦 但是 如果没有你 我大概已经化成灰了 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还要拖累别人 我是有多骄傲 多情高 现在想起来 只觉得可笑 所以 等着我下回护住你吧 我 你 你不是眼眉 为何要从这种妖物混在一处 你们这种偷偷摸摸动手的 也有脸面指教别人 你知道些什么 眼眉 当初杀了多少寄灵族 我的好友 我的妹妹都 住手 你敢 既然不过一切偷袭 不就已经是生死自缚吗 是你先进到这个梦里 难道最近的古怪 不是你搞的鬼 我们只是误入 你只眼眉 叫人如何相信 这是 怎么了 你们未免太过莽撞 阎夏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魔族来袭了 随我去抱处 是 这些乱雷可以阻挡他们一阵 或许还会有更强的敌人出现 开清警卫 以我们一同守住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魔 小心一些 这个比之前遇到的都要厉害 哇 我刚才 哦呦 快跑快跑 那么多啊 哎呦 哎呦 等一下 这个 这个高一直传生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就先解决他了 靠呦 我按错 哇 高位子伸是不是 不敢吃吗 碰一镜中 寻常药窝不行 靠北 他忍了 啊啊啊 他一直追著我 啊啊 嘛 啊 嗯 而 王攻擊方式有換ㄟ 啊 多谢几位不计前嫌 这是 有人想用灵力唤醒我们 是不是又有什么不好的事了 我们几个的身体还在顶护 是好事歹有机会都必须出去 否则只会更早 我可以和这股灵力理应外合 暂且别过 我们或许还会再来 醒了醒了 师弟 我就说本门的法术还是有用的吧 我们醒过来了 美 美人姐姐 不枉费我心心虎虎护法 还得帮着驱赶周围的怪物 那就多谢了 不过你们是谁 在下长城 这位是我的师兄灵星剑 我们都是新宫陈仪社的内门弟子 新宫陈仪社 庐山上霄风的那个 对对对 你也听过我派大明 我只是在博物学会里看过记载 据说新宫陈仪社的内门弟子 都是厉害的阴阳家 你是博物学会的人哪 我跟你讲 师兄 正是要紧 其实是这样的 前些日子 我梦见新坠鱼野 欲赶有大灾将士 于是下山寻找止灾之法 卦象告诉我 破局之机就在此地 想必便是你们了 详细情形 不如等离开以后 寻个地方细说 太好了 你知道怎么离开这儿 什么 你们没办法吗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办法 你们俩要是怎么进来的 我用了师门里的一张符 新宫陈仪社就两张这种符 听说是用王蔽写的写画的 师父把其中一张给了我 你们知道这玩意儿有多稀罕吗 既然这样 你干嘛随便用着 我 我刚不说了吗 我补了一挂 发掘这里有很大的机缘 想着绝不能畏首畏尾的 不然根本到不了这儿啊 师兄 我早跟你说过 形势不可如此草率 不 我不会弄错的 难道我们就这样被困住了 好不容易下山一趟 好吃的东西没吃够 好看的姑娘也没看够 亏了 这下亏大了 你可也没用 我们都要一辈子待在这个无聊的地方了 还不许我好两声吗 吵死了 走吧 北洛 你太厉害了 得救了 我就知道华像没错 真回来了 这一招你是从哪儿学的呀 要怎样才能学会 大哥透露一下嘛 别这么冷漠 师兄 那个美人姐姐呢 她没有跟过来 师兄 对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得告诉你们 什么 其实除了你们几个 杨平也有一些人 古里古怪的睡着了 怎么喊都喊不醒 我让师弟师妹们 遇见去附近的城镇看过 其他地方 都是没什么异常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我担心师兄他们 我笑死了这个角色 吵死了 啊终于回来了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 师妹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不声不响 一走三四天 三四天 有那么久吗 难怪醒过来以后 觉得好饿 对不起啊 师兄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本以为只是闲逛一会儿 结果发生了好多事 人平安就好 晚点你和我细说 如今有个难办的事 城里的一些人莫名昏睡 葛先生也成了那样 葛先生 跟我来 也带我们去瞧瞧吧 这两位是 他们是新宫陈医社的门人 这一回帮了大忙 据说是因为预感到 将有大灾才下山的 那就一起去好了 袁天使呢 谁 就是那只鼠 哦 它好好的 有时候趁着四下无人 会出来说上两句 总问你回来了没 就睡得比平日里多了 只怪我太大意 他的精神被封闭在了梦中 封闭 我刚才看过医馆里 其他两个人 也是一样 那要怎么样才能帮他们 这些人恐怕无法感应灵力 很难从外界直接唤醒 即使有办法 精神也难免受损 最好是能在梦境中找到他们 再先应变 倘若一直不醒会如何 寻常人的话 精神会逐渐枯竭 肉体也将随之死去 难道不是身体先撑不住吗 以常理看的确如此 但是能够困住人的梦境 本就不同寻常 杨平最近还有什么奇怪的事吗 没有啊 莫非和那墓里跑出来的怪物有关 可怪物伤人又不是这样 还有 近几日湖面上的黑莲忽然增多了不少 是否湖中有我们不知道的变化 心坠雨也 不祥之招 难道就硬在这儿了 黑莲 北洛 你们瞧 我身上带了好些朵这种莲花 当初在湖边想着多拿点回去研究 我们几个在谷顶湖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这些莲花有点不同了 相比在墓里见到时 透出的力量变得强大 而且树木多起来之后 越发明显 我能感觉到 是某种会影响精神和意识的力量 眼前之事多半与它有关 真的 那马上去把附近的黑莲都毁掉 没那么简单 这些花朵必须用法术才能回去 寻常方法无用 而且对于已经陷入梦境的人来说 即便回去 他们也未必醒来 是不是就像一个迷阵 即使入口已经不在了 也只是让外面的人进不去 但里面的人还是出不来 对 先前在墓里不是捡到过一个莲子样的玩意儿 也和这黑莲有关 主人 这是胖田鼠 哦 还会说话 主人 我以为你把我丢下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旦夕 每天都盼着你回来 行了 医馆之内不要喧哗 你之前捡到的莲子呢 还留着吗 这个 这颗种子已经坏死了 里面有个空间 或许可以进去瞧瞧 空间 这么小的一颗莲子里也会有空间 怎么不能有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这件事就交给我和云雾月吧 你需要休息 恢复体力 哦 那就兵分两路 我和师弟先去湖边探查一下 不行的话 再下水看看 你那什么眼神啊 大哥 我好歹也是新宫陈因社的下任掌门 三百年难得一切的天才 正经事上绝不含糊 走了走了 等我消息 竟然这样和主人说话 哼 你差得远呢 有东西靠近 有东西靠近 好恶心啊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鱿鱼 是不是 看 就是 破甲鱿鱿鱿鱿 grilled 有一個破甲技是嗎? 把你死了 哇 太黑了 剛才那種應當不少 來就來 反正到哪兒都沒個太平 物越來越淡了 和被打跑的那些有關 這裡原本充滿了混沌之力 那些靈是純粹的力量聚合之物 能夠隨意變換 它們和你戰鬥 就會被你身上辟邪的力量影響 之後多半要變成其他模樣了 你不覺得 和夢裡的陽瓶有點像嗎? 但那個陽瓶的霧 不足以凝聚成靈 夢境裡一定還有其他變化 可惜這兒沒什麼線索了 只是一個封閉的空間 種子壞死 力量也不會再往外擴散 這顆種子的靈力 介於虛勢之間 或許正因爲這兒 因為如此 黑臉才能影響夢境 你對夢很熟悉的樣子 我族為眼 精神力遠生大多妖族 入乾麟境卻非難事 那紀靈族真的跟你們有仇? 雖然不知是何者所為 但仇恨做不得家 許多眼都會以人的精神為始 紀靈族自然也是果腹之物 因此 辟邪王當年收留我 殊為不易 那你的同族 你們 眼幼時為眼獸 可長成者萬中無一 成年後大多獨居 少有往來 同有夢境力量 與紀靈族卻屬天淵之別 眼入夢多數只為捕食 更有甚者是為折磨他人取樂 妖的能力 在妖族中都有共識嗎? 像辟邪這樣的妖獸 即便是在族中 也幾乎只存在於傳說裡 因為在城市極其罕見 一直都有傳言說 這一族已經滅絕了 那辟邪的力量又是怎麼回事? 你說 我會讓那些靈產生變化? 辟邪之力 你不妨把它看作世上 最剛力的力量之一 王辟邪的血脈 甚至會吞噬和轉化一切 與他不同的靈力 血脈中的殺性和貪欲嗎? 聽起來就跟饕餅似的 和野獸也沒什麼兩樣啊 我說的不對 換了你會怎麼做? 所以你會否認同? 你會否認同? 你不會不認同? 你不認同嗎? 他不認同嗎? 你不認同嗎? 你不會覺得不舒服嗎? 你不認同嗎?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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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 辟邪也可以吞吃很多妖魔吧 这种事难道自己能选 能选的只有吃谁和吃不吃罢了 就像你说的 必须出于本心 你可以试着用自己的意念 去控制力量的去向 我曾经听过 对于完全觉醒的辟邪而言 哪怕是一滴血中所蕴含的灵力 都无法违背他们自身的意志 还真是霸道 也没什么好看的了 回去吧 能有什么打算 麻烦都撞上来了 总不能见死不救 天路城的事虽然没个头绪 但以我现在的腰力 直接回去了也帮不了他们太多 但不如先想办法 把眼前的失败品 我先去压门 压门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 宝物 刚才没有拿到 好在这里 这是按G 哦 有了 然后勒 在哪里 嗯 哪里啊 哦 这里这里这里 OK 有了有了 我有十颗路火草 好 这下人到齐了 正说着呢 我跟师弟师妹们 把湖面上能找到的黑莲都回去了 但是湖底的淤泥里还有一些莲子 在想办法挖出来 听说莲子过上几千年都还能发芽 也许是有什么原因 让它们忽然生长了起来 莲子里的空间除了灵气没别的什么 大概是因为那些灵力介于虚实之间 才能影响到人的梦境 假如我们想要入梦 去寻找做梦者的意识 那个空间或许还有用 什么用 若是没有特殊的方法 在梦中无法恢复体力与精神力 这颗种子的力量十分特别 以这种灵力去浸染我们平日里使用的物件或是吃食 先前的困扰就少了许多 有这么神奇 这样一来我们带的东西吃的点心 在梦里也一样能用了 只是一种灵力的附着和转化 不可能完全改变那些物品 不过聊胜于无 那要怎么做呢 把想用的统统带到种子里吗 虽然可以但只怕效力微弱 最好是从空间里生出的东西 听下来难不成还得在那种地 做食物缝衣服 有趣 有趣 别的心不说 但是种地怕就等不及吧 不必太过担心 灵力充沛的特殊之地 白骨草木也会比其他地方长得快上许多 那么 问题来了 我们中间 谁会做那些 呃 本门弟子虽说也有劳作之客 可实在称不上擅长 学会里的确有些人研究颇多 但我和师妹 我 我会 我会种地 做吃的 也会缝衣服 让我试试吧 主人 天哪 现在的田鼠精都这么厉害 我才不是田鼠精 对对 它这种叫做黄金飞天鼠 先进那个空间看看再说 嗯嗯 那 能带我和师兄一块吗 我倒是也想去 不过我和师弟还得盯着挖莲子的事 这回就不凑热闹了 改天一定要见识见识 走了 去湖边 还得查查水域连通的地方 唉 以前总觉得 到哪儿都有师弟师妹跟着 挺烦的 这回难得派上用场了 无章 让我去杀了他们 这些蓝衣服的 把半魂脸毁掉了 还要把水下的种子统统挖出来 没有必要迎来无味的注目 杨平梦境已成 这些人 不过是劳尔无功 倒是辟邪和掩妹 得多看着点 按R 相交过去吗 主人 我要仔细看看这里 那我和师兄也四处瞧瞧 随意 这里没什么危险了 细想近日所见所闻 果然是读万眷书 行万里路 要不是亲眼看到 真难想想 一颗小小的种子里 竟然有这么大的地方 主人 这里的土很适合种地啊 我喜欢这儿 看 我有种子 可以先种起来 不过 还有些别的事 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有人一起的话 速度会更快 那主人 你可不可以帮着准备其他东西 你把想要的告诉我 好 我也来帮忙 师兄已经沉迷进去了 不要管他 在田里可以撒下种子 种不同的植物 收获各种各样的好东西 在田里选好种子就能开始种了 种下以后 画面下方可以查看种子的生长情况 主人你试试吧 怎么弄了 这里面先种上面买的小麦种子 全部都种小麦 小麦吗 好 那全部都用小麦 然后再来种什么 林草 我靠 还有时间啊 用秒数算的啊 我靠 用田梗上的水壶浇浇水 植物就能长得更快 田梗上 好 看到了 这个 这是尿壶吧 哎那是古剑农场啊 浇水能缩短作物长成的时间 可一直浇水他们也受不了 然后再来 主人你可以先去别的地方转转 等他们找好了再来 哦 哦 OK好 然后勒 绕上上去 就是我其实有想过 要不要玩国劍奇塔1啦 就是回去玩一带 可是因为我记得 一带的 一带后来有出那个语音版 所以我在 所以我在想说 大家是想要听我配音呢 还是我直接玩语音版就好了 这样配音我会比较累啊 好 好 我们去找木材 够了 我准备准备就开工 好往低处的水边 下面 可是好像没有鱼 要是能找来一些鱼苗 想办法把他们养大 就能捞到更多的鱼啦 主人你在别的地方钓到过鱼吗 那真是太好了 不想办法 在别处钓鱼时 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鱼 把他们放进这个鱼塘 将来就能收获许多的美味 可惜现在还没有鱼网 暂时不能捕鱼 你看 那些灵气 已经变得和之前不同了 工房里需要很多的工具 可是这里都没有 主人 你能去杨平的集市上帮我买一些吗 我要怎么去 世界地图 然后勒 按这个就对 OK 莫名其妙摔什么摔 小兄弟 你走路也太不当心了 我来帮你吧 这剑怎么瞧着已经生锈了 不对 不是锈 也不晓得是啥玩意 这这这 昨天还好好的 弄成这样 我怎么跟客人交代 客人 这是先前在客栈投诉的一位印老爷子的东西 他好像是个住剑师 近几日他染了怪病 睡了不醒 人就被送去医馆 掌柜的说 他的行李一直放在客栈也不是办法 让我寻个空拿过去 那两柄剑在畏惧太岁 畏惧 剑也会害怕吗 若是反铁 反倒毫无所觉 越是有灵性的剑 越会如此 怕是前几朝传下来的古物 未必厉害 却已经有了一点灵性 太岁任前 自然蒙尘 那太岁好强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霸气 霸气外落的太岁了 来买修花针 你要什么锤子 剪刀 各种农具 我这一硬俱全 我需要清单上的这些东西 我看看 这些东西 好站住了 工房建好了 工具也都齐备了 用我身边的工具架 就可以制作物品了 这边是 哦 什么都不能做 金钱虾品 哦50%还蛮多的哦 古剑上会出低游戏吗 有时候要出哦 我刚才问什么 刚被打断了 被剧情打断了 调查图价 我等一下再问 我先把这边做完 图价 要制作食物一个是不是 哦 OK 然后呢 一个 一名工匠 OK就这样 我觉得自己会的菜色 还是太简单了 得有其他人一块来做 照顾田地的活只有我一个 还是有点顾不过来 一般来说 要是有谁能帮忙就好了 不管是人是妖都可以 我不挑的 主人 我们去杨品请些工匠 回来可以吗 要做的事太多 忙不过来了 要是能有一位木匠 就能做更多 不同种类的活了 照顾田地的活只有我一个 还是有点顾不 一般来说 其他种族比人族的力气大 所以是很好的帮手 如果和妖族兽族 或者是灵定了契约 就能让他们帮忙一起劳作 收获更多的东西 主人你是这么厉害的大妖 一定有很多妖 愿意跟着你的 主人 要是有哪个族的 跟你定了契约 你就可以让他们出门寻宝 照顾田地的活只有我 我叮嘱了一下灵星剑 让他们对乌兆那些人小心着点 你觉得梦境之事与此有关 说不准 但是太巧了 乌兆正好醒过来 而且那个墓里也有黑脸不是吧 岑英说思维找他报仇 要是乌之堂真的跟皇帝之间有什么仇怨 这事就还没完 乌兆这个人比想象的还要危险 毕竟是西陵的鬼师 鬼师 乌之堂最强者会被尊为鬼师 乌兆幼年时既得此名 他和靳云哪个更强 若论武技自然是靳云社 除此以外确实难说 看样子靳云这人 对自己的剑术还真是自信 连配剑都要取名叫太岁 就差没在脑门上写 谁敢惹老子 他这性子肯定不讨人喜欢吧 靳云不是那样的 不过他的确是一个骄傲的人 太岁任下千锋必翼 也并非全是易造 说来听听 自轩园邱往北有一宗门 立派之时受了仙人指点 很是以此为傲 那之后三百年间 没人修习剑术之余 也铸造了上千柄好剑 那一代的门主 对靳云的名声多有不服 随意千锋成阵 邀他前去易关 靳云行至山腰 大阵便在脚下 太岁凌空而展 剑接落进 剑阵崩之 那什么门主 岂不是要弃风了 他怒不可遏 便要靳云换下太岁 用他们给的剑 和派中好手连番对阵 整整两天两夜 战至无人可战 那些人仍未能一生 靳云林开始说 在我之后三百年 贵派不需使尽 便是让他们先想清楚 剑术之意 莫要连最寻常的一挥一挑 都练得不够 好狂 他这一句话 就输掉三百年 对方既是教阵 胜得起 自然也该败得起 那门主修残万分 果然封闭山门三百年 几代弟子苦心沿袭 在后世 倒成为一个 颇有名望的剑派 这些事情 像是你亲眼见过的一样 靳云很忙 他来白孟泽的时间 越来越少 去那个门派的时候 他的身体已经有些不好了 大约是想趁着还有机会 带我出去走走 古早那会儿 出门在外是什么样的 那时的人间 不像现在这样热闹 往往走上几个月 都不见旁人 有时候会觉得 天地间非常安静 安静的 像要把我们两个 都吞噬掉 你也会害怕这些 我当然会怕 那时 我还只是一只右手 外面千山风雪 天目沉沉 我看见了 就有些恍然 是啊 天地为囚牢 天又那么大 跑都不知道往哪儿跑 没什么 你俩出个远门 就只有他带着你 我还以为 静云该是前呼后拥的 他是部族里的大英雄吧 静云说过 像他这样的人 只有死了 才会成为真正的英雄 这话有趣得很 静云这个人 还挺有意思的吧 内心人既敬他 又为他 宣元秋曾经有过一个传言 说静云被凶剑太岁迷惑了心神 会变得越来越世上 总说凶剑多半有剑灵 太岁也有啊 太岁虽无剑灵 凶性却是只多不少 这又是什么道理 大多利人虽然隐血无数 所图终归是人间之物 太岁却是杀了数不尽的魔 魔语一直有隐约的传言 始祖魔因怨恨而生 是以许多魔的身上 都有这种印记 太岁自然是怨憎之气缭绕 若非静云一直过人 剑中又有辟邪之力镇守 后果尤为可知 但我用着 似乎没什么不顺 你本身便是辟邪 而太岁沉寂数千年 上面的气息也消散了许多 那她的力量 岂不是变弱了 太岁本就是一柄未完之剑 若有机会 你或许可以试着继续锻造她 她当初由西林工匠组成 一开始并未加入辟邪之力 直到静云结识了辟邪族 他们对人间的剑术颇有兴趣 西林那位工匠便为之打造了王剑天路 封魔族来袭 静云想尝试在驻剑时 融入辟邪的力量 这才有了太岁的第二次锻造 但当时战事吃紧 最终未能完成 静云已经带着太岁去了战场 静云 这么说来 天路和太岁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游业 来 不能让他们离开 放下他们 你这怪物 太多了 靳雲大人 我怎麼突然被你晶雲呢 你帶的藏好 我去追 大人 您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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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哎 干 嗯 先回復耐力 太上壓底 他會兩次太上壓底對不對 他衝刺了 還沒有 還來啊 他到底想怎樣 這樣也打到我 好 哈哈 他這個岩石卡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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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甩尾 甩尾是吧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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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終於打贏了 走這贏了 看起來是走這贏 還撐得住嗎 還撐得住嗎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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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些怪物暂时不会来了 我 歇息一下 大人 靳云大人 你们 都在 大人 你 你有些发热 这边的草药我们不敢乱用 要不我再仔细去找找 有没有眼熟的 别去冒险了 趁我还有些力气 一块找个安稳点的地方 我不在了 你们也别放弃 既然能从那边调到这里 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从这儿又回了血缘丘 是我们拖累了您 一路上 您都是为了保护我们才连反苦战 要是只有您一个人 也不至于 别说这些没用的 活下去才是紧要 谁的命都不见 不行 大人您身上太烫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 人族 或许我们可以见上一面 谁 跟着光就能找到我 你是 我想你们会需要我的帮助 帮助 谁知道是不是陷阱 可你们也别无选择不是吗 这个人很强 但他已经战志力竭 至多也活不过两天了 让我亲眼看一看 或许还能挽救他的性命 他若死了 这周围群魔环伺 你们剩下的人 根本没有活路 按他说的 跟着光走 我实在很吃惊 竟然有生灵能以人族之躯 杀死了此地飞羽魔的头领 还图了他们族中过半 这里 到底是什么地方 人界称之为魔玉 人界 魔玉 也就是说 我们真的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 这儿 这儿就是静妖的老巢 我想起来了 那些初始小逃 是那个什么法术 都把我们一起扯了过来 原来你们是在狩猎静妖 只怕之后是不会再遇上的 魔玉可比人界要广大得多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你似乎对人界和魔玉 都不活胜 无名魁乃是辟邪族 拥有空间往来之力 空间往来 但如今我有伤在身 若要恢复力量 打开空间裂缝 至少还需二三十年 你们却是不能等到 为何 便如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魔玉有些地方 时间流逝的快慢 与人间相差甚远 气候和食物 也并不适合人族生存 若你们能在此地度过十年 怕也已经是垂牢之身 今天这一集先到这边好了 感谢各位 好谢谢大家 会喜欢这款国建奇弹3的游戏剧情内容 感谢各位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这个就是这种IGLV 要退去 感谢你们